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永兴是乾隆第十一子 是乾隆年间著名的大叔法家 而且他还娶了乾隆心腹大臣傅恒的女儿傅察氏 可是傅察氏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近期于政新剧演习攻略 正在热播 剧中由徐凯饰演的傅恒风流倜傥 得到众多女粉丝的一致英雄 也成为剧中多位女子所爱慕的对象 甚至包括乾隆的春飞 然而电视剧毕竟只是经过那艺术化的处理 不能反映历史事实 历史上的傅恒身为乾隆的内地备受乾隆器重 甚至在二十五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军机处的一员 而且受一些野齿杂技的影响 似乎傅恒夫人的名气也不在丈夫之下 传言乾隆曾趁傅恒在外征战之际 与傅恒夫人瓜尔家世 而情的历史原形形不轨之事 最终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为夫康安 当然 这些毕竟是隐史传闻罢了 不足为信 今天笔者主要说的是傅恒 最喜爱的一个女儿傅察氏 话说 傅恒一共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乾隆第十一子 成亲王永兴 小女儿则嫁给了最亲王纯颖 多儿滚的后代 傅恒最喜爱的就是嫁给永兴的大女儿傅察氏了 成亲王永兴是乾隆第十一子 母亲是书家皇贵妃金氏 延喜功虑中家贵人的历史原形 永兴从小天资聪颖 尤其是书法堪称一绝 甚至乾隆都多次登门欣赏永兴的枷锁 然而 越是优秀之人就越是有突出的缺点 永兴便是其中之一 李亲王昭莲曾评价永兴 天性殷智 好以权术扑人 持家科女 护卫多以非罪赤格 话说 永兴是一个刻薄寡恩 非常吝啬的一个人 当初复衡的女儿嫁给永兴 时代去了丰厚的嫁妆 令人震惊的是 永兴竟然将复查室的嫁妆给没收了 而且平常的生活中 身为皇子迪佛锦的复查室 竟然也是粗茶淡饭 穿的是粗骨麻衣 堂堂千金大小姐复查室竟然过上了这样的悲惨生活 难免会有怨言 此事被乾隆知的后 乾隆也当面给予了警告 毕竟乾隆是一个出手阔绰的主 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吝啬 真是难以想象 然而 乾隆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永兴依然我心我素 据说 有一次府中死了一匹马 永兴舍不得买掉 竟然命人将马给宰杀充当火石 如此他又可以节省一笔开支的 身为乾隆的儿子竟然吝啬到如此 也堪称是一个大奇葩 性格决定命运 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其实 依永兴的才气足以继承皇位 然而他的有明显的缺点 再加上身上的墨水味太重 于是便与大清皇位无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不信价是桐 这句话是一个女人 承皇位无援 还是没有 可真是 儿子竟然吻 真的